副長 來 請副長 歡迎您早 也 謝謝 向您表達功課之意 感謝你 我要恭喜文化部 昨天台鐵的台北機場 文化部很積極的 全區保存指定為國定古蹟 我想這是台北機場的文資保存 跨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很好 要恭喜你們 但是真正辛苦的工作才要開始 對 第一個 交通部 他在第一個時間怎麼講 他說他們要採取救濟 因為他們不接受文化部 全區指定為國定古蹟 那所謂的救濟 他們會怎麼做 提起訴願或是行政訴訟 就是未來這一段時間 在你們公告之前 他們打算要跟你們訴訟 對不對 那文化部要如何因應 我想從兩個方面來講 第一個就是 從站在鐵路局的角度 我確實 站在他角度來講 也確實覺得 他很多事情 我們應該 要給他一些 應該比較合理的一些對待 可以啦 因為文資法的第九條 對 就有明確表示 就是說他們有不符 你們的裁決 你們的全區保存 他們就可以提請訴願 這文資法裡頭 第九條有規範 這是他們的權益 這是他們的權益 好 我現在想要了解 是 交通部啊 他們打這種訴願 很厲害的 你知道嗎 我是怕你們文化部輸掉啦 文化部如果輸掉啦 功虧一虧啊 對不對 所以我想要了解 文化部你們怎麼因應 對 如果輸了 如果行政訴訟輸了 怎麼辦 我倒還沒有想到說 行政訴訟輸了 我只想到這個事情 我們一定能夠 我都已經幫你們想好啦 真的 能夠持續下去 交通部這個很厲害啦 事實上 你們要因應 所以真正的工作才要開始 第一個 你們可能準備要跟交通部 打行政訴訟啦 交通部 他們的開發利益高達480億 你想想看 他們要去負責修復要花32億 接下來 他們每一年還要花6.5億維修 他們不跟你行政訴訟才怪咧 對不對 好這第一點 你們要小心營營 第二 好就算他們不訴訟啦 未來總是要活化吧 對 活化再利用吧 要吧 活化再利用誰主導 這個是一件大的工程 這大工程啊 我告訴你 台鐵啊 他們一定雙手一攤 沒我的事 我就擺著 我就看你文化部怎麼弄 所以現在在我們的構想裡頭 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跨部會協調的平台出現 很好 我們本來就是跟交通部跟鐵路局 就一個跨部會的協調 這個協調這個 所以這個事情 交通部跟你們一樣大啊 你要協調他們不跟你協調你怎麼辦啊 這個事情 我也想要問毛院長的態度 他到底是支持交通部還是支持文化部 如果他沒有態度 他不跟你協調 我們文史工作者熱切期待的鐵道博物館 他可能就遙遙無期啊 就擺著 20年也擺著 50年他就跟你擺著 根據我這一年來跟交通部 我們協調的一個 我們有一個非常固定的一個會議在開 協調合同平台 其實在這方面 我們雙方面合作的意願都一直很強 包括跟觀光局的合作 所以我是比較樂觀的 好 另外一個當然我們自己要端出菜來 好 所以 我今天在委員會 我必須要提出 我的擔憂 非常謝謝 請文化部一定在近期內 要提出非常具體的活化方案 好的 如果針對未來要推動鐵道博物館的話 這個方案要非常具體 那麼我也希望文化部要提出 具體的推動的旗程 不然 這個也同樣是 我想法跟你一樣 你可能明年就不是部長啦 對 那這個案子還要不要再繼續推啊 對 可不可以在你的任內 把整個台北機場的活化方案 跟推動的旗程 有一個非常明確的一個宣示 好不好 跟交通部好好協調 我想要那個 這一點 好 我會努力啦 好 因為我到明年一定是不是部長 我知道啦 我知道啦 當然啦 賞位期限剩下一年 這樣講是不禮貌 好 好 那我們現在未來還有多少事情要做 像交通部 像台鐵 這些工部門 針對這麼重要的文化資產 他們都不想保存啊 那我們怎麼去要求民間呢 我們在民間在地方上 我們在第一線推動文化資產的保存 我們面臨多大的困境啊 這一點我舉個例子 都在台中 其實我可不可以幫交通部說一句話 其實他們也希望保存 只是希望保存的面積 不是我們所想那麼全區啦 所以在這個方面 他並不是不想保存 就指定澡堂 我幫他講一些話 指定國定古蹟澡堂 那個部門他們想保存 他們其他不想保存嘛 那為什麼他們不想保存 因為涉及到他們的開發利益嘛 就是利益嘛 如果公部門不想保存 我們如何要求民間啊 我舉個例子 台中這幾年來 從2009年到現在 我們有多少地方的文化局 要去指定這些歷史建築 要去登陸的時候 地主馬上就把它拆掉啦 有多少個案例啊 為什麼呢 因為影響了他們的開發利益 所以我們在地方上 永遠都碰到 地主的開發利益 跟文化資產價值的衝突 這個衝突到現在 我們還想不出 完美的策略可以解決 文治法一定還有不夠周遠之處嘛 好 我現在舉例啦 這個 2009年 張慶興堂 8月6號文化局 進入文治審議 把他指定為暫定古蹟 結果 8月11號就被拆了 他的賞位期限 現在只有5天而已 5天 被拆 拆掉啦 到現在還找不到兇手 第二個 銳成堂 2011年9月9號 暫定古蹟 9月20號 就被拆了 這個有找到兇手 還好 11天賞位期限 所以 再來 再來我再講這一個 是 銳得堂 這個都在台中喔 對 2013年9月6日 暫定古蹟 9月12號就被拆了 3月期限6天 還有 蘇德山莊 在審議的時候 哇 就被拆掉了 所以啊 這一些我們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都是文化的浩劫 我們的文資法一定有不夠周延之處 所以我跟妳一樣的 所以我們針對這些珍貴的歷史建築 我們在文資法裡頭 是不是可以有進一步的獎勵 抓到兇手了 最後法院判兩個月 所以我們是現在加了刑責 在修正的文資法裡頭 那你要加多重的刑責 你要加多重的刑責 5到 5年 我知道 現在的文資法針對古蹟 有明確的規範 你如果毀損古蹟 5年以下 20萬到100萬的罰款 如果這個地主它的開發利益 是20億是30億 你要罰2千萬我都給你罰 我們在修正裡頭 我印象到時候 把歷史建築也容納在內了 包括在內了 其實我們現在在各個地方 我現在舉例的是台中 全台灣不曉得 還有多少這些珍貴的歷史建築 因為歷史建築的文資的位階 不像古蹟那麼高 所以我們在文資法 在制定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特別針對歷史建築 因為它只登陸 它不是指定 它在登陸的時候 它沒有明確的獎勵辦法 古蹟還有容積一轉 你沒有獎勵辦法 你也沒有罰則 所以 這一些地主 就看到文資在審議的時候 你把它暫定古蹟 期限一到第二天 我就把它拆了 地方的文化單位啊 文化局啊 也怎麼辦啊 雙手一攤啊 你能怎麼辦 那這個是誰的責任啊 我覺得我們文化部 針對這些珍貴的 歷史文化資產 我們希望 未來的文資法 要有更周延的辦法 你一定要有獎勵的辦法 不然的話 沒有什麼誘因我 為什麼要保存呢 法則 法則給它提高 同時 在歷史建築也增加了所謂行政法 行政法 而且不夠 你還有獎勵的辦法 對 獎勵辦法我們是有的 台鐵 那麼龐大的開發利益 它都不想保存了 更何況民間 對不對 所以 我們重新來檢視思考 文資法的不足之處 好不好 好的 謝謝 好 謝謝黃委員 謝謝